3.笔下留情 过去形容政府的文书人员称为刀笔利 用刀子杀人是有限有数的 拿笔杀人是无形无相无数的 尤其法界的官员 一字要你生一字要你死 一只笔能判人的生死 所以做人不但要刀下留情 更需要笔下留情 传说有一个杀人放火的恶人 死后堕入地狱 阎罗王盼他实事难再为人 另外有一个文化人 生前专门写些伤风败俗 坏人好事 接人隐私的文章 阎罗王盼他堕入无间地狱 百事不得超生 文化人对着阎王抗议道 我又没有杀人放火 只写写文章 哪有那么大的重罪 阎王说 杀人放火 伤害人命 故有因果报应 你所写的文章 破坏人家的信心 善念 遗害无穷 所以必须等你留在世间的文字 所造成的祸害通通消灭 你的罪业才能消除 由此可见 笔下留情何等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